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将虽然难以接触现实 但还是选择来看看莉莉 因为她爱着莉莉 也担心莉莉受到伤害 她明白 如果莉莉以人类之躯怀了吸血鬼孩子 那绝对是九死一生 因此 对于莉莉和小明完婚后的蜜月之旅 非常的担心 婚礼结束后 小明和莉莉就乘坐飞机开始度蜜月 他们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岛屿 在这里有卡莱尔留下的别墅 还雇佣于对老夫妻作为仆人 至于老夫妻的部族 从很久以前就流传着吸血鬼的传说 他们知道小明是吸血鬼 但好在小明并没有与他们做什么 小明和莉莉在这里过得很快乐 但两人之间由于身份的不同 小明总是拒绝莉莉 莉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还是主动诱惑小明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醒来 莉莉身上到处都是疯狂的痕迹 小明非常后悔 她觉得是自己没有把持住 而伤害了莉莉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完全是莉莉想要的 在解开了心结之后 也因为幸福之旅就这样开始 没想到莉莉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对于小明来说 无异于青天霹雳 她询问仆人 怎样才能挽救 仆人表示 只有杀死腹中的胎儿 才能让莉莉活下来 莉莉腹中的胎儿生长极快 和人类的胎儿并不一样 他们只能赶紧回家 找大哥卡莱尔看看有没有办法 莉莉打电话给爸爸 让她不要担心自己 毕竟这么久没有回去 莉莉的父亲肯定是担心的 她找到了阿将 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阿将马上就跑到库伦一家的别墅里 询问情况 没想到此时 莉莉竟然已经在家里了 但下一刻 她就看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那就是莉莉已经隆起了肚子 这时候 她非常的愤怒 因为这个胎儿会害死莉莉 小明向阿将解释 自己也不想让惨剧发生 会在胎儿出生的时候 将莉莉转化为吸血鬼 这样莉莉会有1%的生还几率 如果不成功 还希望阿将能杀死自己 但是 莉莉怀怀了吸血鬼胎儿的事情 被狼人一族知道 为了避免这个胎儿出生后 会滥杀人类 狼族准备杀死莉莉 但阿将不同意狼族的决定 她加入吸血鬼阵营保护莉莉 莉莉体内的胎儿成长速度极快 还会摄取莉莉身上的营养 根据现在的速度 胎儿很快就会出生 但在那之前 莉莉肯定就已经被膝盖死亡了 幸好这时阿将想到了办法 毕竟是吸血鬼婴儿 说不定婴儿也想吸食鲜血 卡莱尔等人找到了一些无形血 果然有了明显的效果 但是 别墅里的血库很快就被用完 他们需要去外面获取新的血液 而且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捕猎了 只是 现在外面已经被狼族把守 他们想而出去极为困难 关键时刻 又是阿将挺身而出 他故意找狼族躺盘 吸引狼族的注意力 然后 让卡莱尔等人 从防守薄弱的地方冲了出去 不久之后 莉莉体内的胎儿已经成形 小明甚至能够读出胎儿的思想 一切都在想好的方向发展 这天 大家围在一起 商议孩子的名字 突然 莉莉痛苦地倒地 孩子即将生产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所有人都守作无措 他们只能在莉莉还没有完全麻醉的情况下 进行剖腹产 经过痛苦的生产过程后 塔莱终于黯然无恙地降生 只是 莉莉却在生孩子的过程中死去 小明竭亡将自己的血液注射给莉莉 却毫无反应 狼族的人得知 莉莉已经死去 吸血鬼杀死了人类 狼人和吸血鬼的停战协议已经打破 他们决定和吸血鬼开战 阿将认为是吸血鬼女鹰害死了莉莉 为了不让人类受伤害 他决定去亲手杀死女鹰 然而当阿将见到女鹰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不可能了 因为这个女鹰竟然是阿将的老爷爱人 也就是狼人命中注定的爱人 这是无法改变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间外面狼人和吸血鬼已经战斗在一起 狼族人多势众 酷了一家 虽然势力很强 但渐渐地被狼族包围起来 关键时刻又是阿将冲了出来 他要守护自己的烙印爱人 狼族人看到阿将 知道阿将已经被烙印 根据狼族至高无上的法则 狼族人永远无法伤害烙印爱人 所以他们只能无奈地离开 第二天 他们将莉莉打扮干净 准备让他入土为安 但没想到的是 莉莉体内的吸血鬼毒素 开始发挥作用 他睁开了眼睛 那最后莉莉虽然复活了 但他们的磨难并没有结束 吸血鬼总部知道了库伦家族 天丁进口的消息后 已经准备对他们发难了 因为库伦家族里有一样东西 他们很感兴趣 电影的脑洞的确够大的 阿将本来喜欢莉莉 得不到莉莉之后 却让莉莉的女儿 成了阿将的烙印爱人 只是不知道 莉莉的女儿是否也喜欢阿将 否则 阿将实在是太悲剧了 好了 电影结束 喜欢的记得关注哦